第26季第5集 刚才玩完处女 现在我们玩男人最初 就是车 说得好是车 今次要介绍的继续都是ERROR C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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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很坦白说 车款大家都已熟能长 始终都是客货运车里的王者 有SIZUKI 有TOYOTA 有日产 今次或者玩了 我那一边先 看到本身亦有非常清晰的介绍 介绍之余 是什么呢 东京水道局 今次除了拿SIZUKI LICENSE之外 就拿了这个政府的水道局 好 来合作 今次就出了这个版本的ERROR CAR 当然 一次过介绍两架 其实本身在街上 我真的经常性地看到 纯白色的ERROR CAR 我觉得其实白色配ERROR CAR 是最舒服的 感觉可能我 来来来以来 我会联想起ERROR CAR 和HIGH ACE HIGH ACE 一定是下货车 但是它的型格 我都会有些联想 不知为何 而且也有一句 ERROR CAR 白色是特别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 可以一次过看两架ERROR CAR 你会看到 一般正常的ERROR CAR 就非常朴素的 而旁边这个东京都水道局 你会看到它很清晰的一些标志 它那个叫做部门的标签 另外在车顶那里也有一些广播器 有两个喇叭 对了 一前一后 就变成了有些可能爆水 要通知一些居民 如何拿水 whatsorever 就更清楚一点 今次的造型 也是一如以往的精细 看到刚刚Ricky也帮手 就是给大家看这个365度的角度 当然 其实重点 是看它后面 可以玩得揭得起的内容 但是这个应该的车门就不行了 对了 没错 但最重要是后面的车尾盖 揭得起 变成多了些东西 可以拍到内容的构造 摆设 其实都已经非常不错 一般都是用移印 特别是Suzuki的车头标志 或者本身东京都水道局的车身标志 或者车头的一些Sticker 都很仔细 对了 全部都用了这个移印去处理 这次的倒后镜 是不是也是软的呢 之前那些车仔 很多时都用软的 硬的 硬的 但是说到后镜 其实它也有上到银色给你 倒是那句 玩铁车仔 你行不行就靠这一项 很旧的车款 都是十年车 十年车 其实是很新的 那我们今次就会看到 一届就像刚才德哥所说的 就是东京都的水道局 另一届就是警示厅 都是用了同一个车款 大家又可以看到 车款虽然一样 但是很多细节是不同的 而且这次Era Car 他也挺值得 他日产的两辆车 都会跟着路牌 对啊 而且两个路牌都不同的 很过敏的 我稍后转回去 给观众看一下 你真是不跌 好 给观众看一下 刚才德哥所说的路牌 手好定 因为两个 一个是水务 一个是警察 可能有些公事 然后有些是路障 刚才德哥所说 这两件事虽然感觉好似 但是车头 车顶是不同的 这个因为是警车 再多一些闪灯 所以水务局也有 是啊 水务局也这么紧急 其实我们对于日本的文化 其实所知不多 所以如果大家都就着水务局 为什么要有一个危险闪灯 所以有些装置 你不妨在下面留言 指教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更加好 是啊 今次这一架 刚才跟刚才德哥介绍的两个 都一样的 有很多移印 也是很仔细的 车牌 那些拉花 警示厅 水务厅 那些 logo 全部都齐了 而且今次也是 这一届 都是在背门开的 大家开到背门 记住 不要找背门后面的镜 用来借力 是啊 虽然是可以 我不是说不行 但也不要拼 是啊 因为这里有两个镜 因为这里有两个镜 刚才德哥说这两个 千万不要用这个镜 在这个位置开会好些 嗯 就是这样 刚才说的 是啊 那当然要吸一下粉丝 镜仔 是啊 这个里面有没有耐笼 也是没有什么看 接着就好像德哥所说 又可以推推它 这些马上拍完 好像打完 是啊 喂 比刚才那两个 果然是同款车 还比刚才那两个 老老实实 果然是同款车 哇 都挺刺 是啊 那这个呢 就是ERRCAR的31号 和这辆特别版的 东京都水道局的车 那大家有兴趣就可以去看一下 各大玩具商店 包括这个 我们背景这一间 是的 还有这一个Lock on 或其他地方都有的 是啊 大家记住啊 不要不见了这两个牌子 哇 这个真的好奇 好 那最后这辆了 好 我收一收 好 但是这一辆呢 和我们刚才那一辆 那一辆 日产很相似 哇 我真的不得 当然了 我又不是那些很 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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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专业的车迷 车迷 但是本身真的就着日产 和它的外形 设计 内拢 马力 真的 那么接近 都穿同一条裤子 都穿同一条裤子 对 但是两辆车厂来的 这辆是Toyota的 哈哈哈 真是奇怪了 那可以比赛 对了 那我们先说一下 那就是神户市交通局的车 就是Toyota的HIGH ACE 厉害 对了 HIGH ACE 旁边有一个绿色的遗印 写着是神户市的交通局 其实ERRORCAR 怎样拿到一些 原政府的资价部的 或者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对这方面的兴趣都挺大 很小 神户市 对了 你想想日本有多少个市 多少个院 对了 你刚才说的 对了 那本身真的 特别不同院 不同市 它也有不同的牌子的车 可以自己做院 例如警车也好 甚至是救护车也好 或者工程车也好 这个我又真的有点兴趣 真的想知道多一点 接着这个车尾 好像也是可以开的 行了 一模一样 跟刚才的叉筆都一样 那也是那句 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ERRORCAR做得很细致 这个 尾镜 这两个 这两个 倒头镜 还有一个小小镜 哦 对了 应该可能是死的 那些叫做盲点 盲点镜 大家玩的时候 和拿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一点 因为都真的很幼小 千万不要太大力 烂了就GG 虽然也不是乖 但是也有一句 这样不值 对了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五架车仔 也是这些 有很多的 政府车 水务车 交通车 喜欢这些车仔 或者喜欢日本政府部门车仔的朋友 就记得要留意 多一个 本身 真的说ERRORCAR就住 我想特别是一些日本本土的园 或者政府部门用的车 都拿了不少资料 是啊 我相信 甚至日本本土都没有出过这些车 我觉得也未必有 真的 所以变了 可能外国的那些 例如 车厂都未必会有这些资料 所以 有这一方面的资料 其实是 对于车迷来说 是啊 你这一辆ERRORCAR 其实很明白的 红黄绿 啡蓝 拼黑 你不会觉得很过瘾 你的logo 或者一些标志 转了 或者一些专属部门 那就好玩了 是啊 稍后见 稍后见